第八十五集 洛生收下匕首 交给赶来的红豆 平静地问向了魏涵 王爷还有别的事吗 魏涵看着少女冷淡的眉眼 牵了牵唇角 没有别的事了 有没有别的事 这洛姑娘难道不知道吗 不过眼下确实不是谈事的场合 只能是回头再说了 既然无事 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洛生微微屈膝 有侧头对上了洛大都督说道 父亲 我们走 洛大都督迫不及待地点了点头 忙是带着三个女儿走了 魏涵停在了原处 眸光晦涩 一直是置身室外的魏腔走了过来 他喊了一声王叔 魏涵看了魏腔一眼 一边往着外间走着 一边问道 太子有事 魏腔以着随意的语气说道 没想到王叔 与洛姑娘有交情 他冷眼旁观 总觉得开阳王 对着洛姑娘非同一般 难道说 被着洛姑娘扯了腰带 扯出感情来了 魏涵深深看了魏腔一眼 语气冷淡 长辈的事 太子还是不要操心 这句话 顿时把这魏腔是噎了个半死 偏偏又是无法反驳 他是比开阳王大不少 可再大呢 也要跟人家叫一声叔叔 这真是要传出去 当侄子的 打探长辈的男女之事 确实是不像样子 可他只是试探一下 至于就这么摆出了 长辈的架子吗 在魏涵面前 魏腔又不好流露出 恼怒之色 直到那道飞色的身影 走进了开阳王府的大门 这一张脸才沉了下来 他这个太子啊 当得着实是憋屈 殿下 您又回宫了吗 魏丰走到了魏腔身边 语气中带着遗憾 魏腔收回目光 看向了魏丰 尽管如今从律法上 二人还是堂兄弟的关系 可一母同胞的血脉 是改不了的 特别是随着魏丰长大 二人无论从这身形 还是眉眼 都是越发地像了 对于这个弟弟 魏腔态度还算是和缓 微微点了点头道 嗯 该回去了 魏丰鼓了鼓勇气 小声道 殿下 母妃 真的很想你 近日是她生辰 又发生了这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 你就不能多留一会儿吗 魏腔面无表情 等着魏丰说完之后 冷冷吐出两字 不能 在外人面前 他尚需要遮掩住 平南王夫妇冷漠的态度 在魏丰面前 却不必如此 十二年前 他与生生父母就闹翻了 而那时 魏丰还是个孩子 并没有牵扯进来 所以啊 才能保住了这么一丁点的 兄弟情谊 魏丰却是完全不理解 魏腔的态度 殿下 十二年前的那件事 你也参与了呀 这立功的人 明明就是大哥 过后为何又是 怨对了父母呢 他见过母妃 悄悄捶泪过好多次了 想到这些 魏丰的心中涌起了几分不满 魏腔似是被触到了逆铃 这脸上陡然之间 就罩上了冰霜 我不想再听人提起 十二年前的事 魏丰 你记住了 扳倒镇南王府 踏实参与其中 可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了陆儿的命 那一日 他与之陆儿已经成亲了 没有想过让陆儿 给镇南王府陪葬的 可是谁曾想到 从暗处飞来的那只剑 却是要了陆儿的命 陆儿 又这么死在了他眼前 身上还穿着嫁衣 只要想到了十二年前的那一幕 魏腔的心中的恨 便是翻江倒海 搅得他五脏六腑 都变得生疼 见到魏腔发了怒 魏丰压下不满 醒醒他 知道了 不就是为了青阳郡主 还在怪着父王与母妃吗 其实他对着青阳郡主 还是有些印象的 那是一个又高贵 大方 又有本事的姐姐 会做特别好吃的糖块 哄得小妹 直流口水 其实他也喜欢吃 可那时候他都八岁了 自然不能为了一块糖块 像这小妹那样 围着青阳郡主打转吧 再后来 青阳郡主死了 大哥许久 便没有和着父王和母妃说过话 他一开始不懂 等到年岁见长之后 他却是懂了 原来大哥的心中 是心悦着青阳郡主的 这是在为着青阳郡主的死 而生着父母的气呢 他虽然可惜青阳郡主的死 然而他却是不理解 大哥的态度 就算再生气 这已经十多年了 父王说得没错 就算是青阳郡主不死 大哥怎么办 有一个娘家谋逆的妻子 大哥如何争取太子之位 大哥在黄伯父这么多职儿之中 脱颖而出 当上了太子 又娶了名门闺宿 为了太子妃 她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 若是换了她 卫风把这宝唇 抿到一个凉薄的弧度 她想 她对着父王母妃 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怨怼 比起了江山 这美人算得了什么 只要是拥有了江山 这天下什么样的美人不能有 卫风压下了心底 身处生起的不满 目送着卫腔离去 卫腔回到了东宫 这是一个宫庄丽人 迎了上来 太子回来了 灰墙面上已经是看不到怒意 已然已经恢复了平日中 温和淡然的模样 她微微点点头 问道 婉儿好些了吗 婉儿好些了 知道要肉粥喝了 现在正睡着 那就好 你去陪着婉儿吧 她醒了 要找娘的 嗯 尾仓离开许久 宫庄丽人 招来心腹问道 太子去了哪里 这心腹 小心翼翼的 回禀太子妃 太子 去了御选室那儿 太子妃露出 果然如此的冷笑 她就知道 太子又去那儿 不过是一个年近三十 还破了像的女子 竟是把太子的心 拢了这么多年 御选室的来历 她可是查过的 据说 本是镇南王的第三个女儿 青阳郡主的陪嫁侍女 当时 青阳郡主出事的消息 传回了平南王府 举着另外一名侍女 一起碰了柱子 那名侍女当场便是 弃绝身亡 而御选室 应是被反应过来的人 拉了一把 从而保住了性 只是额头上 留上了一道疤 平日 以着厚厚的额发遮掩 为了验证 打探来的消息 她也曾命 御选室掀起额发查看 果然是看到 有这一道浅浅的疤痕 落在了光洁的额头上 苏莱温和的太子 听闻之后 对她发起了好大的脾气 从那之后 她就不再理会 那个出身卑贱的女子了 以她的身份 真是不值得把一个 侍女出身的选室 当成了对手 更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选室 与着太子离心 说到底 太子哪里是在乎 一个小小的选室啊 她在乎的 明明就是死了多年的 青阳郡主罢 她与一个死人 争什么争 只是想想 一个选室得到了 太子另眼相看多年 到底心中 是有些意难平 西门过后 太子妃 倒也没有如何纠结 抬脚去了女儿的屋里 此时的胃腔 正是快步地 往一处偏殿走 心情莫名有些急切 雪氏 太子来了 一个宫壁 对着屋中一名 鲜瘦的女子说的 第八十六集 这女子很瘦 生了一副花容月貌 闻言从爷爷的 竹榻上起身 向外迎去 魏腔很快走了进来 看到女子眼中 多出了几分笑意 她伸手还住 她的腰问道 一个人闷在屋里 做什么呢 女子则是 规规矩矩回答 回禀殿下 妾在看书 看了什么 魏腔牵着她的手 往内走去 女子的手微凉 安抚了她 从这平南王府离开后 那一刻烦躁的心 她不喜欢去平南王府 不只是为了避嫌 也不只是因为 与生生父母有着嫌隙 更主要的原因是 回到那时 总会被提醒 陆儿的死 陆儿的死 是她这辈子 都过不去的坎了 只要是想起 便会觉得痛彻心扉 魏腔走到了 竹榻边坐下 拿起倒刻着的书卷 看了看 随口道 怎么看这种 前朝野史啊 无聊 打发时间 女子垂着眼帘 恭敬地回着 她有一头 浓密的青丝 厚厚的额发其眉 遮挡住了一对带眉 使美貌 打了几分折扣 而比起了端庄大器的太子妃 或是那些千灵百利的功臂 面对太子总是一脸恭顺的她 甚至显得有些无趣 然而魏腔 却从来都没有觉得不耐烦过 她每次心烦时 哪怕只是过来坐坐 都会觉得很舒坦 这是陆儿最喜爱的 四个贴身婢女之一 看着她 就仿佛是陆儿还在 会觉得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 会突然之间 响起一声她的声音 说来无奈 她自幼与之陆儿相识 亭南王府与这镇南王府 虽不在一座城里 却相距不甚远 也因此每年呢 都有相见的机会 他们一年年的长大 她叫她陆儿妹妹 等二人定了亲 就叫了她陆儿 然而她对她的称呼 从来都没有变过 她永远只会 清清冷冷地 叫她一声世子 世子 她盼着成婚之后 她会叫待一声 枪哥哥 或者是夫君 想到了这儿 为枪闭了闭眼 心中是顿顿的疼痛 眼前女子突然抬眸 她看了看闭目的男人 又把这蝶一般的 睫毛落下 她知道 太子又想起了郡主 可她也配吗 女子嘴边挂起了 机巢飞快地收起 随后又是恢复了 公顺柔美的模样 要是觉得无气 就多出去走走 妾不大喜欢走动 这话听后 魏昌并没有觉得不快 只是问上道 那回头 让内侍给你送几本 画本传奇来看 多谢殿下 魏昌扫了一眼 屋内伺候的宫壁 你们退下吧 两名宫壁 稍事已迟疑 屈膝退了下去 灯氏退到了狼舞之下 望了一眼 大亮的天光 一名宫壁 小声地感叹了一声 玄师真得宠啊 这还是青天白日 太子就这么 黏上了玉玄师 这一点 连着太子妃都比不上了 另一名宫壁笑道 选室得宠 是件好事啊 好了 别说这些了 被人听见可不好 嗯 可不是吗 狼舞之下 安静了下来 屋内更是安静 魏昌躺下 枕在女子膝头 闭上了双眼 替我捏捏额头吧 女子微凉的指尖 落在她的额头之上 然后轻轻地 揉捏了起来 她的手 一点点地下滑 又是落到 男子的眼尾处 岁月 到底还是在 这个男人的眼尾 留下了一丝痕迹 不像她的郡主 永远 只是活在了十七岁 女子睫毛颤了颤 随即仿佛什么念头 都没有升起过一样 那纤细的手指 又是缓缓地 移毁了额头 突然之间 胃腔睁开了双眼 在想什么 妾没想什么 接着 又是一阵沉默 玉娘 给我生一个女儿吧 听到这话 女子浑身一颤 许久之后 才平静的 多谢殿下厚爱 这边 回府的马车上 洛月时不时 瞄了一眼 闭目假眉的洛生 洛生睁眼望向了 她说道 有事 洛月咬了咬唇 见她又要闭上眼睛 鼓足了勇气的 三姐 星日 多谢你 洛生不以为意 只是笑了笑 还以为你有什么事呢 道谢就到谢呗 扭扭捏捏做什么 洛月的脸一热 以往闹得那么不愉快 如今低头道歉 她当然会不好意思啊 洛晴见到二人 关系缓和 暗自高兴 想着洛生在平南王府 不同以往的表现 开口劝道 三妹 以后若是打探某个男子 不如 悄悄派下人去打探 洛生诧异地 忘了洛晴一 这好端端话题 怎么跑到这儿了 正在纳闷的功夫 洛晴斟酌着道 三妹当众问 或惹人议论的 影响归狱 二姐真是说笑了 我吗 我哪还有什么归狱 再再说 我要归一这么碍事的玩意 做什么呢 洛晴一下子 没了话说了 她就是看着三妹 在平南王府行事 与这以往大不一样 她想着或许 可以挽救一下呢 马车没用多久 就在洛府的门前停下了 姐妹三人 相挤下了车 生儿 你随我来 洛大都督撂下一句话 副手走向了书房 洛晴对着洛晴二人 微微汗手 抬脚跟上 洛月望着洛晴的背影 出身许久 直到洛晴轻混 才回过了审来 我突然觉得 三姐也挺好的 二姐你看成儿姑娘 没想到别人家敌女 是这样对数女的 三姐以前 最多拿鞭子抽一下 洛晴哭笑不得 打断了洛月的话 四妹 城府是个列外 你可莫要把这个当正常的 三妹 已经很是与众不同了 这四妹 可别再被带歪了呀 不过 洛晴敏春笑了笑 三妹确实长大了 人啊 大概都是要经历挫折 才会懂事吧 也不知道三妹 在金沙经历过什么 回来之后的变化 竟是如此之大 此时 走进书房的洛大都督 却没有觉得 爱女有什么变化 毕竟 才刚是向她打听过 林继九的孙子 这是她女儿的作风啊 洛大都督 往着太师椅上一坐 嘴了这一旁的椅子 道 侠儿 坐 洛晴安静地坐下 神太自若 洛晴坐下 神太安静 林继九的孙子 那点小事 洛大都督 想必是不会多问的 叫她来书房 只是要问一问 开阳王的事 圣儿 你那把宝石匕首 是什么时候 送给开阳王 是在回京的路上 洛生对此并不隐瞒 洛大都督 破为欣慰 哦 原来是那时候啊 没想到生儿 懂得赔礼道歉 嗯 女儿不是请 开阳王路上 照应一下吗 于是 就把这匕首 当做了谢礼 洛大都督听后 眨了眨眼 嗯 不是为了当初的事 赔礼道歉 而是照应着 你的谢礼 洛生有些纳闷 这有什么不同吗 然而 洛大都督 缓缓摇头 叹了口气 照应一下女孩子 又收钱 又收匕首 哎呀 这开阳王 果然不行 第八十七集 洛生回到了咸云院 红豆正是 眉飞色舞地 向着寇儿 讲着今日的事 寇儿搅着手卷 表情随着 红豆的讲解 不断地变化 最后呢 长长地 叹了口气的 哎 姑娘每次 带着你出门 就有麻烦 就说不带着我 是不行的呀 红豆毫不客气 直接丢了个白眼 带着你干嘛 把姑娘念得晕吗 哼 姑娘晕了 可就没法替自己 洗脱清白了 红豆 你又说我话多 寇儿仿佛是 被踩到了尾巴 这精致的瓜子脸 气得是通红 他什么时候话多了 还不是需要操心的事 太多了 不多提醒几句不行啊 一见到寇儿 又是要滔滔不绝的架势 红豆直接 晃了晃手中的匣子 看看这是什么 寇儿打开一看 不由惊的 啊 这不是姑娘送给 开丫王的鼻手吗 哼 可不是 笔手又回到 咱们姑娘手里了 姑娘厉害吧 寇儿小鸡啄米般的 点起了头来 阿弥陀佛 姑娘这么会开源节流 我就放心了 早就说让你少啰嗦 姑娘又能找你下操心吗 这边两个丫鬟 正在说着欢 洛生走了进来 姑娘 姑娘 二人齐齐见礼 洛生静止走进去坐下 寇儿立刻是奉上了蜜水 洛生喝了几口润喉 一眼瞥见 放在了桌脊上的匕首 不由 勉了勉唇 没想到啊 这开洋王还是个老实人 只可惜了 他姓魏 这再老实 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于那非一男子 默默下了评价 洛生招呼着寇儿 上起来 寇儿过来 姑娘有什么吩咐 没老着跟着姑娘出门 寇儿心中啊 正在嫉妒着小伙伴呢 文言 立刻来了精神 去打听一下 灵济九府上的二公子 灵叔 他记得这个外甥大名 是叫灵叔 想来不管经过多少的变故 这名字嘛 总不会随意地更改 这时红道忙是提醒的 姑娘错了错了 名字错了 那个冷军的灵公子 叫灵腾 他虽然是后来赶到的 可也是瞧见了姑娘 对那位灵公子感兴趣呢 当然 在他看来 灵公子比起了姑娘 以前出手的郎君 这模样 还是稍微普通了点 不过嘛 只要是自家姑娘喜欢就行 寇儿一时懵了 这到底是灵叔还是灵腾啊 他也不方便打听呀 是叫灵叔 他的母亲是舞阳郡主 之前让你打听过的 好的 姑娘想知道 灵二公在哪方面的情况呀 就先打听清楚 他哪日不去书院 留在府中休息 先是确定了外甥就在府中 然后他直接上门去看看 寇儿很快地 便是打听清楚了灵叔的休息时间 还没等到那一日 洛生先是接到了魏寒约见的信 这一次的信 是寇儿上街时 一名年轻人从身旁经过 突然塞入他手中的 并没有通过陆府的门人 红豆嘖嘖有声 之前还光明正大通过人门呢 这次居然偷偷摸摸的 姑娘 开阳王莫不是做贼心虚 他怎么想并不重要 洛生冷淡地把信展开 记下了约见的时间和地点 命着寇儿把信给收好 姑娘留着这信干什么呀 彼此给您说 这种信 要毁失灭迹才保险的呀 这留着才保险啊 不要动画了 约先前拜帖放在一起 仔细地收好 寇儿听着洛生这么说了 也不再多嘴 拿好了信 抬脚去了书房 红豆感慨了一声 没想到开阳王的拜帖 和信都有了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洛生的目光 越过了敞开的宣窗 落在院中的一株玉兰树上 雪白的玉兰花开了满树 如是雪一般 层层压在了枝头 恰如他腔内那一颗 始终冰冷的心 很快的 便是到了月见的时候 这一次见面的地方呢 是一处不起眼的九四后院 洛生被领进来的时候 见到一席飞衣男子 静静地坐在院中树下的石桌旁 面前摆了一只茶壶 两只茶杯 一副等人的架势 听到了动静 魏寒抬毛看了过来 随后起身相迎的 洛姑娘来了 洛生刚是走过 路过的侍卫脚步一顿 问道 你是石标的兄弟 石屹愣了愣 他不由之间看向了魏寒 见他没有什么反应 回道 被知石标的弟弟 石屹 洛生点了点头 走到魏寒的面前 洛姑娘请坐 在他的对面坐下 看着他直壶倒茶 姿态优雅 洛姑娘好眼力 魏寒把这茶杯递了过去 石屹与这石宴 其实是孪生兄弟 这样貌呢 几乎是一样的 生献也是一样 没想到这洛姑娘 却是一眼认了出来 洛生端起了茶杯 王爷谬在 只是在平纳王府时发现 你的轻卫去拿匕首 前后有些不同 魏寒笑了笑 开门见山地问道 洛姑娘现在可否告知 你打动神医之物是什么 恐怕不能 洛生摇了摇头 魏寒拧了你眉 这通过近来一些接触 他不认为洛姑娘 闲得无聊再细耍她 拿着这样的事出尔反尔 也要看她搭不搭议 心中有了想法 魏寒的面上 依然是一派平静 只等着相对而作的少女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见到魏寒并没有气急败坏 洛生也不卖关子 直言道 我让神医过目之物 只能引起他第一次的兴趣 不能引起第二次兴趣 我还是想知道是何物 先前在平南王府 那无声的条件交换 他可不认为是这样的 魏寒又有了一种被坑的感觉 不过呢 又不能对着女孩口出恶语 他这点涵养还是有的 神医感兴趣的 是一样样 如今神医已经得到 自然失去了兴趣 洛生说完之后 语气一转 不过我有着八成把握 请到神医帮忙 魏寒平静了神色 这才有了一些变化 八成把握 洛姑娘既然已经把药送了出去 又准备以合物打动神医呢 这次忙 不必去拜访她 等神医主动来洛府找我便好 魏寒皱起了眉 这洛姑娘一番话 倒真是把她给弄糊涂了 不去请神医 等着神医主动地送上门来 想一想数次碰壁 魏寒端起了茶杯 默默地喝了一口 这洛姑娘 莫非还没有从平南王府 发生的凶案之中 回过神来吗 或者是坑她已经坑习惯了 假如神医不来呢 我也可以等一等 不出一个月 神医定然会到洛府找我 估算了一下时间 一个月内 足够李神医托人去南洋 打听假冒的神医 并把信给传回来 以她对着李神医的了解 她呀 肯定是会上门来找她算账的 第八十八集 不出一个月 神医就会登上这洛府的大门 魏寒吃惊于少女说出的话 可是对方神太监的自信 却是骗不了人 她把这茶杯往这石桌上一放 平静的 那好 我等洛姑娘一个月 洛生随口纠正 是等神医一个月 等她干嘛 她又不是神医 魏寒沉默一瞬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有那么一刻 她真的是觉得这位洛姑娘 又是在调戏她 一个月后 倘若神医没有去找洛姑娘 那我也没有办法 这 应与着魏这个信 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洛生半点内疚都没有 王爷一旦明白事物绝对 我尽力而为 这剩下的忙 就要看网爷的运气了 男人修长轻瘦的手指 紧了紧茶杯 事无绝对的道理 她当然懂 可是 洛姑娘怎么就尽力而为了 她又是十有八九 血本乌龟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当时洛姑娘 盯着一柄匕首 惹上了嫌疑 而匕首在她这 举手之劳 帮人洗脱嫌疑 也算不得什么 至于传出去会被议论 他当初既然是收下了匕首 就不怕这些无关紧要的事 想着这些 魏涵笑了笑 我知道了 洛生放下了茶杯 站起了身来 那我就告辞了 洛姑娘慢走 见她有相送之意 洛生的语气 冷淡地制止 王爷不必送 魏涵停下 目送着洛生远去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为什么她觉得 这位洛姑娘 对她的观感 似乎不大好啊 有件事 她一直没有挑明了问 就是在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洛姑娘 为何会出现在 镇南王府的废宅里 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她都没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啊 总不会是出于无聊吧 也正是王府荒宅 那一次不大愉快的相遇 才让她之后 见到了这个女孩 就会下意识地多了几分关注 并察觉到 于当初那个 在京城街头 把她拦下的姑娘 有了很大的不同 她也想不通 这一个人 为何变化 会如此之大呢 魏涵离开了九四 回到了王府 把石燕叫来 石燕得到了吩咐 忙去找了刷公筒的兄长 石燕颠颠地 便是跑了过来 主子有什么吩咐啊 这一个月 你留意一下 大都督府那边的动静 她的眼睛一亮 是一位陆姑娘吗 是公筒没刷够 听到这话 石燕直接抽了自己一巴掌 说道 主子息怒 不是卑职小说 是这张不要脸的 破嘴的不听话 去平南王府送匕首的时候 她还以为解脱了呢 没想到就是贴心地 叫着主子回头看 主子又罚她了 余光扫了一眼 跟在后面进来的石燕 石燕真是一万个不服气啊 长着一张欠钱的脸 怎么就比她受气重了 主子还一次没罚过石燕 去刷过公筒呢 石燕面无表情 站在了一旁 她想 她家三哥呀 好像又嫉妒她了 这都是一样的脸 有什么好嫉妒的 你仔细留意 一旦发现神医登洛府的门 立刻回来禀报 石燕硬生生验下了 神医怎么可能 登洛府大门的疑问 老老实实地 应了一声是 没过几日 石燕 风风火火地 便是跑了回来 神医去了洛府 这洛姑娘说不出一个月 可这才过了几天 竟是这么快吗 神医没有去洛府 洛姑娘出门了 洛姑娘去了神医那里 也不是 洛姑娘去灵济酒府上了 魏寒的脸色冷了下来 洛姑娘去灵济酒府上 与她有什么关系 静卫寒全无反应 石燕都有些着急了 主子 洛姑娘去灵济酒府上 找这个灵济了 滚 这被赶出去的小侍卫啊 叹了口气 萌不迭地 往这灵济赶去 他家主子就是口不对心 他呢 确实不能犯糊涂 他得盯着洛姑娘 不能对着灵济下手 这说起来 洛姑娘真是不像话 都有他们家主子了 难道还不够吗 这一边 邪女登门道谢的洛大都督 再一次找着女儿确认 圣儿 真的不用爹帮你提金 就只是单纯地道个谢 洛生点了点头 觉得洛大都督心态不太对 正色问道 父亲 很希望我嫁人吗 他可没有嫁人的打算 这嫁了人 哪有洛姑娘的身份变了 更何况 他要做的事情 是九死一生 何必要连累 无辜之人 问清楚洛大都督的打算 省得是平天波折 洛大都督下意识点了点头 迎上女儿这乌黑冷然的毛子 突然之间一个机灵反应了过来 怎么会呢 爹恨不得养你一辈子 哪舍得你嫁人呢 正常父亲应该都是这个想法吧 洛大都督都不确定了 天知道 他是恨不得闺女明天就嫁出去 这嫁人才是正当 比养着面首强多了呢 洛生听后只是嫣然一笑 我也是不舍得离开父亲 洛大都督呼吸一致 什么 他家生儿 说舍不得 不想离开他 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真的 那 岂不是砸手里了 一路上老父亲沉默着 马车在林府的门口停了下来 林府的大夫人听到禀报说 洛大都督带着洛姑娘来了 她的眼前马上一黑 忙是去找到了老夫人 商量对策 什么 洛府的人来了 老夫人一听 也是慌了神 怎么没有提前打发 任松拜帖呢 大夫人周代青苦笑了 谁知道呢 之前听腾儿提起 洛府的人可能会登门道谢 本来还觉得不大可能 等了几日不见动静 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想到 说来就来到大门口了 老夫人对洛府的礼数 摇了摇头 叹道 唉 来都来了 只能请进来了 老爷与公公都上衙了 就只有腾儿和姝儿在 让腾儿和姝儿啊 从后门走 你和我一起去待客 那个洛姑娘 可能是奔着腾儿 或者姝儿来的 要是今日扑了个空 会不会回头 在外面直接找上他们 老夫人琢磨了一下 点头道 你担心得不无道理 在家里好歹呢 有咱们看着 那就先不动了 看看对方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不定 这是单纯的道谢 大夫人的心中 直接呵呵 这婆媳二人 怀着沉重的心情 去到了牵头的花厅 一进去 就见到一个 相貌威严的中年男子 与一个容貌甚美的少女 正在静静地喝茶 邻家是文臣的圈子 这大夫人出门 应酬又少 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了洛生 看清少女模样的一瞬间 大夫人莫名其妙地 生起了一个念头 给这洛姑娘 如此好的相貌 为何会这么想不开 养什么面手呢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期